8月4号 从这要过去 她要编黄镇了 我说我317进318出 我317过来318回 我又没打上新疆 必须要 现在去他当地派出所看一下 能不能开个什么临时证明 让我先过去一下 不行 我现在还真去不了 刚刚到这个派出所里面 这个是一个隔级镇的派出所 我问了 他说是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要我必须打电话 或者叫家人去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去 开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 传真给他们这边 他们这边可以帮办 才能过去那边施泉河那边 我觉得这个太麻烦 因为我16年的时候 我有办过边防证 我知道办这些东西太麻烦了 我最有一次 所以出来不想回去办 就是因为我跑 从大理回我老家有800多公里 回去呢我知道一下子又办不下来 我上次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那个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说他们第一天搞活动 领导批准他们休息 因为是工作日嘛 所以叫我改天再来 第二天我去呢 我去到了他才告诉我 要到当地派出所 就是我户口所在地的那个派出所 那个镇的派出所 开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 然后才能办 所以让我白跑了几十公里 因为从我的户口 所在那个镇到我们县城 大概有差不多八十公里的山路 我又跑回来 跑回来去那个派出所 派出所那个民警说 他们什么电脑系统出问题了 没有联网 开不了 叫我改天再来 我就质问他什么系统 另外一个民警叫我发火了 他啥也没说 然后就默默的给我开了 证明我拿去 反正就是那个很复杂的过程 所以我是万不得已 我也不想去跟这些人打交道 现在我如果打电话 叫我家里面的人去的话 现在可能大部分的兄弟 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一些些老人在农村里面 他们到那个镇上去也不容易 大概有三十几公里山路到那个镇上 我估计去那里 那些老人去他也不容易 即使年轻人过去 我估计也没那么容易开那个镇名 所以我现在就决定放弃这个边防镇 我现在就是从格级线 直接有一条小路是岔到318那边去的 刚刚我问了一下 他说有路但是也有检查站 不让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还是决定试一下 那实际实在不行 就只有沿317返回走秦明县那边了 现在我一这样就是去试一试了 走这一条下去大概 我估计会有一两百公里这个烂路 再继续 但要我那个胎不要爆了 现在我只能是这样 出发吧 今天去派出所问他 我说你现在这个网络全国联网了 怎么还要我老家那边去开个 证明传证 这么麻烦 我说你这一查不就知道了吗 他说你查也要你们本地那边 开个委托说我这边才能查 哎呀我真无语啊 抹注我一下 您果然真无语啊 您果然真无语啊 又要有这些人 我只能查 Item Picking pieces, picking off the floor Break it Break it Break it Little body, broken wing, hurting, flying round Flighting, flouting, we'll come down When the pieces are won Break it Break it Oh, she's breaking I can't I can't I can't 這就是鋼底絲山脈 翻過這個山就是泛山地區 我們在近藏日記第一集就說過 西藏是被東部的念青唐古拉山 和西部的這座鋼底絲山脈 大致分成南北兩部分 今晚上肯定過不去 現在已經7點多鐘 這邊8點鐘天黑了 很快半個小時天就黑了 所以我現在要找個地方 差不多的合適的地方就紮雲吧 這邊就是很小能的山路了 要從這兒過去翻山 這邊就是戈壁了 我就在這兒錄影吧 現在已經是8點多 8點16分了 還有十幾分鐘 這邊8點半天就黑了 就決定不走了 現在是到了八什麽列村 叫康巴列村 這是一個村委會 反正我現在是在鋼底絲山脈的北側 318是在鋼底絲山脈的南側嘛 那就是我肯定得翻過這個鋼底絲山 現在已經是4900多了 跟那個山要翻5000多 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過去了 從這兒過去 還有100多公里 路比來的時候還爛 因為那個路啊 這裡有個村委會 它是從那個縣城到這個 那個縣城就是隔幾縣嘛 然後它那個鎮叫隔幾鎮 它這個村委會是屬於隔幾鎮的 下面的一個行政村 一個村委會 所以它那路還修得還馬馬虎虎的 雖然是沒鋪裝路面 但是最起碼還有那麽誇 從這兒過去就有一點 像我從雙湖走出來的那一截木道一樣 就是感覺很小 兩個車折印那種 就是真的那種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決定在 這個剛剛出了村委會大概一公里左右 我就決定在這個隔壁上啊 這不算草場 這一個隔壁上 在露營吧 隔幾縣那邊已經吃過一碗米線了 今天晚上也不能做飯 這翻過去就剛好是在 那個鋼人波區 他們鑽山鑽那個鋼人波區的附近 到時候在那邊再問一問 看一下能不能有可能 去到那個渣達縣 從這邊過去渣達縣 可能還有一點點距離 可能不知道沒有邊防鎮能不能去 我本來是有打算去拍一下 照到現在也拍一下 窮農營城和谷歌王朝的遺址的 就算了 就算了